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二届密事录,我是黄若鱼,符名列宇祥 今集的题目很有趣,跟我们一直以来的路向又相似又有点不同 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今集就讲的地外生命探索科学与科幻的对话 事前先买一买广告,我们公司最近出了一本叫做《UFO机密档案解密神秘学事典3》 就是这个无比不有的关家来Gary和我小弟聂羽祥的合注 我们不求人工作室就有些精神分裂 我们除了出很多鬼故、阴谋论、神秘之类之外 我们也有出科普书和儿童的科普书 这两本分别是David博士21个宇宙大贪沙 和Karen博士21个海洋大贪沙 这两本书不但指这个内容深入浅出 也是绘画非常精美的 大人、小孩都对看的,当然是小孩书来的 但是因为内容其实都深入浅出的 所以其实如果大人,说真的我们如果不是科学界的人 有时你太深那些给你看,你也太不明白 我自己看,觉得这本书的程度都适合我看的 非常之好看,也认识了很多东西 卖广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今集请了一位嘉宾 嘉宾就是马赫伦博士Helen 为什么会邀请她上来呢? 就是我无意中得知 Helen本身是微生物学家 但是她最近就会做一样的很有趣的活动 这样的活动是和这个地外生命探索有关的 我们介绍她的活动之前,我们就先讲这个题目了 其实外星生命,科幻界大家讲了几十年了 在一些科幻迷的角度,他们经常觉得 其实这些主流科学家好像很死板,好像很古板 他们说出这个话题,总是觉得好像是否定没有 但是其实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会不会其实主流科学界都是在研究这一样的呢? 究竟整个图片是怎样的呢? 这一样我又很有兴趣知道 所以就请了Helen上来,就问问她 Helen,其实就是刚才那个话题 其实主流科学界对于地外生命 就是我们口中的外星生命 那个观点其实是怎样的? 有分歧的原因 如果有分歧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外星生命,或者我们叫地球以外的地外生命 不一定是外星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 我都很喜欢看这些课题 譬如罗斯威尔的外星人 真的是头身手脚趾 除了可能她的皮肤眼神不痛 她的身体比例不一样 但是她都是一个人形 人形,是的 但是其实对现今的科学家来讲 其实我们想找的内星生命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个人样 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因为 就是如果你要 比如人类 演化头身手脚 但是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演化历史的 就是由微生物开始 大家都相信第一代的生物是微生物 所以可能我们第一代会找到 或者比较容易找得到的 就是微生物 所以为什么一个微生物学家会这么高兴? 很喜欢这些东西? 第二就是那个演化历史可能是三十几亿年前 那个地球是四十六亿岁左右 三十几亿年前才开始有生物 然后到演化到今次今有我们人类 那个演化的进程 在第二个外星的星球上面 或者我们称为外孝星上面 它那个环境 它可以给它演化的一些压力 它促使它变成怎样怎样 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是可能受它 它本身的大气成分 本身它有些什么草料 在它那个地学那里 或者是可能等等 不同的地学活动也有 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 或者你丢了一个运势 之后就抹出来 是整个这几十亿年里面发生的事情 都要是一模一样 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人类的影响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是大家 科学界普遍都认为 不是那么 怎么可以不说 外星系外效星 有生命的机率 会比你有过外星人的机率 很多很多 明白 那就是叫做 一步一步来 可能科学界 科学家他们想 硬正些找到的东西 那你找到微生物才说 是吧 就算它由微生物慢慢演化到一块东西 好像我们看科幻片那些 可能它都是像异形那些 一块 异形都还是有头身手 都是有头身手 对啊 你想想异形那个女王 它那只脚 是我们人类计则在那间行的 是 很漂亮的嘛 但是我反而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外星生命 可能是像arrival的那些 是呀 它没有一只吞爪鱼 是呀 你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机会 不是完全人形的机会 对啊 明白 你也可以试试地球那些 譬如我们觉得比较高智商的生物 除了鱼类之外 它可能就是这些 白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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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如果说 是外星的生命 或者外星的文明的基础 就是一定要跟地球 我们人类的一样呢 其实就不是那么科学的 反而不是科学 是 明白 明白 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名词出来的 就叫做天体生物学家 我想问天体生物学家 是不是主要都是研究微生物的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方程的说法 其实天体生物学这个字 我们又测试了英文 测试astrobiology 那就是其实 它以前有个名字叫spinolbiology 其实是人非人类的一些生物学 或者可能是外非地球的生物学 是的 是的 其实 它的天体生物学 其实是比如研究一些 不同的行星上面 有没有生命 其实是过去远了远了 过去又没有什么 令到它会有生命 形成了之后 它怎样演化 将来会变成怎样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等于 在拿个外星当地球这样游戏 所以可能是跟地质有影响 可能天体生物学会有影响 整件事就是 你研究另外一个地球 就是这样 现时呢 就是在科学界 有没有说已经锁定了某一些的星球 专拿它来做研究的 觉得它机会大一点 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 有就是有的 不过这个阵情就非常之惨烈 其实就不是惨烈的 首先我们觉得要有生命 首先要有一个太阳 是的 大家大部分都认为是这样的了 其实有一些例外的 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要有粒星在中间 接着就有一些行星在外面围绕 那可能就在那里数了 哪些行星 哪一粒应该可以有更令 是这样计算的嘛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想 就是无论是可能是 无论是天体生物学家 天文学家 天体物理学家 甚至可能是一些太阳的探杀program的人 他们都会想找一粒很近一点的星 因为如果那粒星很远的话 基本上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几月或几日才到 第一 第二就是会近一点 会容易接收多一点的资源 就是那粒很远的 可能星光中间被阻碍了 或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来到我们地球的资讯 可能已经得到 就是两个原因 那于是我们最近的粒星 就是距离太阳 最近的粒星就是 隔了4.24光年的半龙亚座比伦星 叫天雅亚座比伦那个比伦 就是这样叫它 比伦星呢 他真的找到是有 一个地外行星在那里存在 那如果一个星本身 就是一粒太阳本身 就叫做比伦星A 那它隔离的粒 围着它那个地外行星 地球以外的行星 它也叫做地外行星 那它就是叫做比伦星B 那大家觉得 正啊 更近 可能我们如果 科幻一点点 想我们Star Trek 可能几代人就高了呢 就是会这样的嘛 但是后来想到不行 有问题 最初就觉得 它应该那个 在这个息居大 其实息居大意思就是 你不会太近 太近的太阳 你可能会给它一些太阳风啊 一些磁的风度啊 推断了你的大气层啊 或者有其他影響 就是我用雷文一点点的角度去想 就像我们住在地球呢 就是又不太热 又不太冬那些位置了 就变成了有机会有异态 所以就会这样 后来发觉 这粒比伦星它就太厉害了 它可以 它的 它的 产生有些太阳风 或者其他磁力的问题 它是会吹 就是它在鸡隔去远都好 都是没用 可能是有些闲耀的 那基本上你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说 当时大家都很失望 因为呢 大家已经将那粒比伦星机 就定为了一个 我们人类可能在 有生之年 或者可能在我们的文明 还没灭亡之前 是有机会去得到的 所以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叫做暗淡红星计 叫Pell Red Dot 因为我们地球的话 就是Caltation作法新闻 叫做Pell Blue Dot 就它Bluet就离开 太阳在前反过头 就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暗淡红星 而大家就将个愿望 放在那些暗淡红星计 因为那些暗淡红星计 其实那些暗淡红星计 所以变成了大家 那个感觉就是觉得 好像突然间 就是那些条件有点似 那将个寄望放在那里 谁知道突然间就发觉 原来他们那颗太阳呢 就厉害很多的 是的 就是那些恶很多的 那令到那个Pell Red Dot 那个环境似乎就 应该都很难 引辱到生命了 那个新闻是什么时候出的呢 早几年 因为我们做港台的五夜港场 真是很科学的时候 第一季第一集就是 讲孤独的地球人文号 当时去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 因为科普去那时候 科普书未必跟着我们接 我当时还记得我是坐在地上 在那里看着资料 然后看到 那真的没有了 我想很多科学家都好 其实都很有梦想 是的 其实因为在 现今社会读科学是一件很不知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 那没有办法 那跟着这个没有了 那之后呢 大家是会放弃的 所以呢 其实科学家做的呢 就不是说是一条 然后结尾就没有了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其实在这十多二百年里面呢 还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呢 想去找一些地外行星 那所以呢 首先就是要找一粒星 对的 然后就看它有没有地外行星 那所以 很多时候都是 比如用一些天体望远镜去看它们 又或者是用一个 的太空船 真是过去看都会有 那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呢 就叫Kappa 那Kappa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太空望远镜 也都有一个太空船 在用这个名字 去那里 那他们 基本上发现到什么呢 就是 他们呢 其实是发现到 就是一千十八光年 就有一个的地外行星系统 什么叫地外行星系统呢 有一颗星 然后好像我们太阳 不断有一架 我们叫做soul system 那他们就是一些exoplanet system 那接着呢 他们就发现到 有一颗星 这颗星 Kappa这颗星 它是跟太阳一样 就是这些形成星 有分较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太阳差不多 它不是特别爆光 又不是特别暗 所以就跟我们那个差不多 而在围绕着这一颗kappa 一星 外面那些行星那些 那灵灵灵灵是不灵灵的 就是有一颗 相信是他们的息居道 那可能又不是太近 又不是太远 因为那个所谓的息居 其实是说现在的科学定义 他们都是相信能够有异态 是的 他就不理说表面里面 总之他觉得是有异态的 那接着那个问题 那还有很多东西挺好的 譬如他 我们觉得 跟那个地球有几次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是地球上的东西呢 移民的好地方 其实我自己觉得会是这样的 那接着呢 但是就 就是会不会其实是呢 因为为什么要用人的角度来看呢 我都觉得是对的 因为你 人类是 你说它是一个奇迹也好 总之我们是一个样板 就是我们由一些微生物 经过很多年之后 我们终于就做了我们这样的东西 那你正路的想象 是不是呢 我虽然是文科生 但是我想象 那你在那个环境 如果有一个差不多这样的环境 又有水啊 又有太阳啊 那是不是感觉上你好像 就是讲基律而已嘛 又做回一样差不多的东西 或者是不一定人样啦 总之有生命的机会 就好像大一点啦 其实是不是这样去想呢 我想这样啦 如果我们经常说科学方法去想东西 就大家有一个叫N number N等于多少 就是那个sample number等于多少 但是我们要研究 无论你研究生命喜悦 还是研究生命演化 其实N都是只等于一的 就是我们所为的 但是为什么要找那些地方 要找资居带啊 不太远不太近呢 其实都有些物理上面的原因 例如我们讲回可能是36亿年前 那才开始出现有生命 但是它之前那一讲是 几亿年或十亿年里面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你们46亿年前 还有一个火球 然后慢慢动慢慢动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那可能现在科学家相信是 有一些带着很多水的水晶 撞了下来 那远到地球有很多的水源啦 但是那段时间 可能到了42亿年左右啦 那它才冷冻到某一个状态 成为了一个的迫居的行政 认为啦 至少有水 那接着有水之后呢 你都还会有些时间 去将其他在大陆器里面的其他 因为我们所有的 我们现在在元素周期表上面 那堆东西看到的呢 除了人工做的之外呢 其实都是自然的 而我们那个宇宇宙带的部分 都是氢和氪 开始成资源 那首先是资源开始 然后核材变 那可能会变成资源 更加大更大更大更大 可能去到碳啊 氏啊这些这样的地方 那去到那么长刻 你这些东西在地球上面 都要有环境地 它会产生一些爆炸作用 传下一些箭子啊之类啊 才建设一些毛鸡物 那所以其实那段时间里面呢 是需要有液体的 嗯 就是说你可以是水 你可以是其他液体 那但是 液体水怎么那么特别呢 其实除了它本身 它是可以 溶到很多 譬如鹽啊 或者等等其他的液体 二来就是它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冰是浮炼的嘛 嗯 而那个冰的水本身 它是结冰的时候 它那个冰冰结后呢 其实那个密度会低过水 就会浮炼 那下面呢 就会保存一个相对暖的温度 哦 一上高有沉冰 是 就是爱斯基寒见乳 明白 所以在太热的时候 水 其实要升温 其实它是要很多的能量 才能令它升温 相比起其他化合 而且你可以想到就是搞个计则 譬如我们讲的阿摩尼亚 它都是拉涂液 搏几个轻而已 水就是一个的 一样的椰子搏几个轻 它就这样做 最后可能是去到 炭 百几个轻的甲丸 但是甲丸和阿摩尼亚 在室温的时候是气态 你要去到很冷 它才会变异态 那去到那个位置 它变了异态了 那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分子 要撞起来才有化合作用的嘛 那流动动量 它本身我当你真的 液态给它动也好 但是温度低 它的动能就会低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撞到 哎呀过了 那些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 是一个找液态水的原因就是这样 好了 接着觉得它差不多了 之后还有其他东西 例如就是地深吸力 比如我们在月球的 只剩6分1而已 每个戴着几十公斤的东西 在那里弹一下弹一下弹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是那么容易 会有一件那么大件的生活出现的 因为飘过飘过就飘过了 但是有些如果再大粒一点的行星 它再大粒一点的重力很厉害的 亦都扯爆 它也都上不了 就只能有些滚底的生活出现 所以就要选择它的大小 那一定不可以是气体行星 你想想如果是那些木星啊 草星啊那些 它是有金属内陷的 但是你掉下去就这样掉下去 那它除了在空气里面 又很容易给人推散 其实大家都看到一个大红班是一个风来的嘛 打极也打不完的嘛 大家应该很开心 一个打极也是数据风球的 永远不用上学上班 然后它在里面搞来搞去 你又撞不完 高速啊 撞极也撞不完 它做不到事情出来 所以气体行星不够 一定要类地的 就是硬核行星 还有要有一定的地点 最后不要安静 心灵自发而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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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ina 物理之癌疑惑 Ivana Accessory 刚才Helen介绍了为什么科学家 如果去找一个疑似 或者希望在研究有没有机会 引语到生命原来是有很多条件 条件有时是物理性的 所以不是说他们主观地觉得 为什么要找那些疑似 来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下一节再和大家分享 江湖传闻 5G电话会搞到人生癌 食水加了忽牙会令人变蠢 听古典音乐胎教 子女会聪明一点 这种消毒喷毛成分天然 好过用漂白水 这些坊间伟论有多少真多少假 Fat Check 艾科学谋论 唱谈有关艾科学的谋误 引经据典从科学文献中找证据 解开我们对一些科学理论的误解 天体物理学博士余海峰觉得这本是包含了 Fat Check 艾科学谋论 天文学心理学的科普书 作者小肥波功力深厚 用提一本书的时间就得到作者的知识 身为读者简直有点不好意思 Fat Check 艾科学谋论 在香港各大书店有售 找不到记得问店员啦 你也可以到 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网求 这条影片下面就会有网站连结 欢迎浏览 好 回来了 刚才第一节我们 Dr.Helen就和我们介绍了一个 就是现在科学界其实是怎样看 去研究外星 应该说地外 有没有生命 这个可能他们是会用什么角度去思考的 其实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Helen 好像你最近就会有个活动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才促使到今集 讲一讲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活动就叫做基因解码 就是地外生命探索的一个工作方 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方 其实是会和大家分享些什么 其实两样东西来的 比如我们叫基因解码 其实大家这两年尤其是 对于那些什么变种 诸如此类大家都很敏感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譬如要去分析 或者那样东西 譬如地球上面的生命这样才算 其实几乎全部都是有DNA的 但是DNA就是我们平时听说 ATCG、ATCG这些字 这个简机一对一对的 有个双螺旋就是这样的 于是大家可能觉得很高深的 是不是有什么 要一些实验室 穿着保护壶 不是的原来 那些小电子眼里镜那些 你才可以去研究DNA 但是其实我们要穿实验壶是因为 如果那些是一些可能是细菌的 或者可能有些人做病毒 我们这些细菌的东西 是会弄病人、弄死人的 所以我们才会 就是我们才会这样保护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东西 你平时吃的水果 你平时吃的肉 或者你在街市 你在超市 你找到很多东西 它本身里面它都是有DNA的成分 只要它有生物的成分 它就会有的 所以 还有就是这一堆的ATCG 其实是有方法 可以把它 你就这样摆在我们用电脑也可以 用手也可以的 是真的可以 我会教到你用什么方法 是它将它计算做一个什么蛋白质 其实是用手就做到的 是 只不过是因为 譬如我们讲的基因度真的很长 可能几十万个选机队 那些你队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其实那个所谓的Rational 是一模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想不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就是我们想研究地内生命 比如我们刚才那一节所讲的 很多不同因素 但是其实那个因素我们会讲 譬如给大家一些数据 你选吧 你选谁呢 其实这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是那个Rational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给大家去提取一下 地球上面的人做生物的DNA 其实用厨房的东西都做得到 其实全屋里面 厨房都可以算是一个小形成形式 其实是做得到的 就是说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一套东西 他日我不知道地球文明拜拜了 也好什么都好 那就剩下我们这班人的时候 那如果你有这些资讯 或者你有这些资料 你可以用回另一个方法 然后去找回 究竟这里有没有生命 或者这个生命 其实这个DNA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去试一试 很漫画 是啊 其实不是这么难的东西 是啊 提到大家 还有就是我本人有一些执着 就是我不想或者不希望 大家觉得科学是一件很难的事 大家的科学圈子里面的人 当然是说自己有多高心 他不知道会觉得不需要 跟小民大众去解释 总之我说什么是什么 但是其实这一件事不是的 是啊 所以其实如果火异的 譬如大家在玩的时候 知道一些不同的资讯 也都知道这个方法 知识是可以打败 这个人 这个是我最大的 那我想说一件事 如果一个人他要读大学科学的课程 那当然是要在他中学的时候 有一些的学历上的要求 就是在学科上要达到什么成绩 才可以读的 是不是 但是你这个工作方 那需不需要有一定的 一些背景才会容易吸收 容易明白呢 其实又不需要的 你只要打个清晰的头脑 你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要用的 所谓的我们的思考方式 或者要用到的资料 其实像现在这样 大家上网都找到的 是啊 比如大家 随便打开一本书 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我就已经知道 哦 原来他每一个DNA的罪列 是等于什么的 或者可以看看 哦 细胞里面那些DNA在哪呢 这些其实已经是 大众很容易有的资讯 嗯 就是以前那个年代 就是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 要背书 要是因为那些资讯 其实可能只是在教科书中 你要用的时候 我没得每一天的实验 在搜这几十本教科书 但是现在资讯这么流通 其实那个所谓的 前置需要的资讯 反而不是资讯 而是思考方式 嗯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 打一个送送的心情 和清晰的头脑 就可以了 哦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基本上可能有大概 高中到的学历程度 都听得明白的了 都可以来玩的了 其实你读完中一二三的那些 就是那些基本科学的那些 ok ok 都可以的了 哦明白了 虽然是由一个博士去主讲 但是不是说会搞到 就是很深奥的 其实你可以当是一个 轻松去学一样 就是这么有趣的话题 原来 会得知到原来 在现今人类 那个知识上 它究竟是怎样去探索外星 有没有生命的呢 就是原来它是 随着一个这样的路径去想东西的 那我觉得起码可以知道 这两点 还有我们 拿地球的生命来去提取 这些等等的东西 也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有外星的生物 拿到回来的 我们会怎样处理呢 怎样提取它里面的基因的成分呢 就正正在厨房做到的方法 那当然了 你要基于它 你要随着它 因为怕你说 带下来可能有些什么 特别的病原体会影响人 那些就夹着它而已 但是其实它做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其实说 这个工作坊呢 无论是科学迷 甚至乎是科幻迷 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就是如果万一 就是有一天 只跌了好像二型弹那样 就是如果你不怕 那只二型爆出来攻击你呢 就是其实你拥有了这些方法 你都可以研究一下它 是的 大家看这些科幻迷 我喜欢那套天杀地球反击战 是 他们都是摆住那套东西在那里剪 想着那套炎 那套炎 明白 那其实这个工作坊呢 你说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说基因那部分 那另一部分大概会说些什么 另外一个部分就会着重说 在太空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我经常可能觉得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两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说的是要有外星人 外星生命是一个文明 外星文明的状态 其实现在基本上 它不找我们 我们都未必找得到它 是 是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考虑到很多东西 就是譬如 究竟是要用什么元素才会有的 我们现在的地球 全部都是炭基生物 就是说我们无论我们的生命 可能是 无论制造蛋白质 糖 或者是其他我们的脂肪 制造我们的人 或者制造生物 这些具体的东西 全部都是炭基的 那于是大家就可能会想 咦?炭基可以而已 那如果炭基因为它本身有四只狗 其实就可以拖住四个其他的原子 那淡的,耐着融的也有三个 那譬如蚕的,蚕的,蚕的,也有四个 不过它在一个脂肪那里可能脏一点 那究竟这些又行不行的呢? 可不可能的呢? 这些东西都会和大家谈吐一下 明白 就是可能有些不是炭基生物的存在 会不会存在呢? 还有当时要用些什么要做的确定 我们有些什么想法等等 那你也是可以去展述一下这件事 嗯,还有些问题呢 我想趁机问一下Helen 我之前听过Helen在一个叫香港天文学会那里做一些talk 那她就提过原来这些科学界的人 他们不断有人去从事一种实验 那实验呢就是怎样将一些无机物 摆在一个可能行雷闪店 那些环境呢,就是我的粗钱理解 总之搞它一大轮之后呢 看看会不会可以撞到那些有机物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理解错 这样的,其实那个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实验呢是大概五多年的时候 就有科学家尝试去做一个实验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球本身就是无机物开始的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 它是可能是由宇宙里面的核聚电 的星的核聚电的原子去开始 就是原数状态的东西 它就要黏在一起 但是大家就相信 有一个位置不知什么 可能是一个叫做 Emergent 永远的物品出来 就是由这些所谓的无机生物 无机的层子 然后会形成了有机 我们说的就是核心 糖 肌肛 打磨砂这些东西 然后才能整成细胞等等 所以这个由好像叫做 无到有的中间 如果我们有能力 在现在这个状态 无意得到它出来的 那就是说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才有后面的故事 其实你由它地球诞生到有水 然后到有这样的不同的原子 产生无机化合物 它有机化合物 之后细胞整个脑子是这样去的 它思路是这样去的 所以一个很大的隙子 就是为什么 譬如可能甲丸啊 阿萌尼啊这些东西 就抽些水啊或者其他东西 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些戒份子呢 那其实这一节东西呢 它是一个估的一开始 但是你去估计 那些科学家就会计算了 那究竟它的活性可不可以做到呢 它有多少压力啊 要不要一些电脑啊 那些是计算的 但是都要做的 那于是呢 五几年的时候 那些科学家就做了一块东西 有点像呢 好像呢 那些人很喜欢看练金术那些 那些那些 倒了那些东西 就在那里咬 咬到那些人仔出来 那些 其实类似那样东西 不过它的做法就是 一个玻璃的系统 一个箱 在那里就烧 其实是炆汤 那样的 就丢了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 我们要炭嘛 那炭可能我用 一样的炸炭 又或者可能二样的炸炭 又或者可能加一个甲丸 那样子又有氢 那样子可能啊 我要淡的 要弄炸脂 安基酸是有淡的 哦 丢了个阿蒙尼亚 去NH3 或者等等等等的东西 或者啊 当时的大气 有些什么成分 会多些呢 那全部放在 不同resivity 那当时的做法 是出了Pater 五三年 那呢 有一个礼拜 它已经有一些 很简单的安基酸 也都会有一些 要做 因为 因为你从无机变有机 都不是砰一声 然后就拆出Pater 它可能中间有很多步骤 这些步骤的化学物质 又在那里找到 所以当时 即是现代的炼金术来的 是啊 其实是 变成生命的禁忌 是啊 很大 那些书 是啊 在科学界里面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根据某一个人做法 就是你给他一个资金 然后你就去研究 就是在它的基础那里 再做多些东西 没错 其实它们一几年 还是有人在做 他们就是扔不同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 煲出那么多安基酸 一几年是二零一几年 是 然后之后 一路都有这样的事 所以 甚至有人会说 其实都是看一些旧的记录 其实有很多一支一支的东西 其实就是在五几年 这帮科学家 讨厌的东西 那里做了很多一支 不过 没有人再去仔细一支一支的分析 他们一部分去做自己的 所以变成就是 其实这一个实验 可能有人会 可能你偷偷看一些书 有人说推翻了他的 说他不精准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看这些书 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 他给了一个可能性 无机变有机是可能的 不过这么久之前 他可能会给一些光光 有些人找UV照他 我不会知道差不多 三十几亿年前 四十亿年前 其实exactly的地图 一百分之一百是这样的 我们就会知道 但是这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第二就是 近18年 日本那边 他就派了一只简销二号太空船 所以他做了一只叫做龙公的小行星 那个是近地小行星 是不是就是太空管那个BD店 是的 那个距离近地小行星 都是几百个公里 那一只只有一只公里 所以说很厉害 那个简销二号 很准地踏下去 他在那里 他找了这一只 是多很多碳的小行星 成分是碳多一点的 然后他就拿了很多简销回来 就发现有非常多的胺基酸 在里面 二十几种 他不知道是出电是怎样来的 总之他有二十几种 其实也有很多 我试过对过不同的胺基酸的结构 他发现那六七种 其实是简单接受胺基酸 未去到有病纤症 或者没有瘤的成分 很简单的 只是淡啊 花啊等等 是有的 就是说 大家就可能会想两样东西 那究竟是 是外太空是有这些东西可以形成到 地球是否真的形成到呢 还有就是有人会想 会不会在外面 撞了下来地球 为我们带来胺基酸 就是好像普罗米修丝那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那种 究竟完完全全是由地球本土 由一些无机物 经过是不知道 可能突然间一些很高的能量 卡卡等等 总之就令到他 有一天就撞了有机物出来 就开始我们的人类的故事 是的 还是说 其实是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可能撞来撞去也撞不到 只不过由外星 不知怎样呢 他有些环境有些胺基酸 就撞了下来 就开始我们的故事了 就是这两个可能性 是的 也都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大家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这个 实验的经验 好像这些那样多 你真的坐在那看 它一直一直一直在那里 但是它可能由 步骤一 去到我医护那件的有机化物 可能有三四个步骤 甚至更加多 那它可能真的 某几个中间的步骤是特别难过 或者特别要需要某一些的状态 特别状态 可能可一就不可再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看回出面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可能就是 它真的撞了出来 但是没有变成生命可能的原因 就是可能没有了一些天洁来的事 或者是特别难过的部分 所以就有机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那个生命的来源 就是在科学界其实还是存疑的 是的 有几个不同的特别 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有人说 有真的有地外带来的生命的绝白 是一个很standard的 那四五个原因里面是很standard的 就是大家不要想说 在钓鱼石来 钓鱼石来坐着一只外星人 他应该以科学家来说 我们只是觉得很fascinating 但是觉得没什么可能 但是如果里面包得住 这些有机密的话 那也有些科学家 会在运营那里找到 找到类似的东西 也有些成统 但是我们就会去想下一步 就是如果它包着一些微生物呢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其实我们科学家来说 或者以我现在接触到的一些资讯 我们不会很百分之一百地跟你说 如果那个人什么都不理 跟你说一定没有 那我想他可能有其他的前切 他没有告诉你 明白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一个外星 他那里有没有生命 是一件事 但是那里有没有一个环境 去适合我们人类这些生命去住 又是另一个故事 那我想问 现在在科学界 会不会已经有target到一些移民性地 移民性地呢 其实有这样说 即可能的移民性地 以现在的资料 应该发现到都超过5000个地外行星 但是就什么东西都有的 即可能有气体行星 又可能有一些硬局行星 等等 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的 但是你说真的要去找某一些的项目呢 其实就有问题的 因为你本身如果要去找的话 你要 要 那个怎么说呢 即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你还要去研究的时候 其实夹那么软做到什么呢 夹那么软 譬如你可以计算得到 譬如它的急升 太阳那样的风在那里 那可能它的行星围住的时候 用这些周期 或者它会被拉扯的造具 你就可以知道 譬如先说那些多大 它的质量等等的事 甚至可以是 现在可以做到的是 可以读到 它那个大气息的成分 因为它光过来 经过了一些的吸收也好 暗射也好 再来到地上的光 就已经可以告诉你 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些 但是你说 再要做多些其他的 可能要选择的target 可能就真的会见证了 是我们刚才觉得那些 和地球类似 或者一些 但是也都难 因为我们最初觉得 是会和太阳那样长一星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上面那些很爆 或者很光的那些星 当然不行了 但是跌下去 譬如好像太阳都烧光了 可能50亿年后 只剩下了一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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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可以见到更加更加的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没有来科学界也好 根本学界也好 有个问题就是太多资料 资料是得到资料的需要的资料 你得到很多资料 但是之后你怎么去玩呢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明白 大家如果听到这里 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有兴趣 记得去参加一下 Helen他们搞的这个工作坊 详细的报名那些方法 我们会在这一条影片下面 有个文字介绍区 那里会给连结 大家可以去那里报名 今天就多谢Helen 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些 又科幻又科学的话题 多谢大家 拜拜 美国在2021年公布的 不明空中现象评估报告 多达143宗个案无法解释 来自高级航空威胁识别计划的 1500页档案 揭露了什么惊人秘密 史上最危险的客客麦金龙 从美国政府和NASA的电脑里找到什么 秘密组织MJ12是否真的存在 他们和军工复合体 如何操控外星人咨询 一个神秘的电视节目揭露 人类一早有移民火星和月球的计划 二次大战的UFO Full Fighters 是否德国的秘密武器 五角大楼掌握着UFO超自遥报告 从幻影飞艇到幽灵火箭 英国历史隐藏着什么秘密 飞行员集体目击飞碟 军方雷弹记录武艦级大小的UFO 英国国家档案本经典UFO个案否释 UFO机密档案解密神秘学事典3 将会解答以上问题 这本书由关加利和链鱼卓联合赞写 暗黑指纹成员委案绘画封面 UFO机密档案解密神秘学事典3 于香港各大书局有售 找不到记得问店员啦 你也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网购 见到UFO不是外国人的专利 最近有本《广东话世界的不明飞行物》 应该是香港首本以绘本形式 记录不明飞行物体的书 UFO研究者 网台节目MJ13主持卓飞 蒸集了62个广东话人的UFO目击个案 邀请他们将亲身经历画成图画 带大家去经历目击者最震撼的回索 目击者还用文字记录当时情况 实在是广东话UFO界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这本书还收罗了特殊的外星路拐个案 看到人触目惊心 除非更分享亲身目击不明飞行物的经过 也重新整理了当年震惊香港的 华富邨UFO事件 《广东话世界的不明飞行物》绘本 已经可以在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网购 这本书已经在2022年8月 在香港各大书店面试 找不到记得问店员啦 有东西 这本乎是一个古养人的 是一个小类的 枂的 ash НАFUFO 权料